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今天过来东莞逛一逛 现在刚到东莞 先去一个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那里喝杯茶 好了,来,喝茶 以前的我们的生肖饼还有 这个龙饼还有啊? 龙饼不多了 现在我很多以前的老客户都在找龙饼 不多了 这个是龙饼 这个,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马饼,马饼 现在马饼也没有了,龙饼也没有了 其实我朋友每年都会找我们定制茶叶 他的熟茶做的比较好 他定制的茶叶都是 压完饼,白棉纸包 然后回来自己写字做话 像这些早期的砖茶 像这些早期的砖茶 都是以前我们做的 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 比较有个性化 这些大茶缸也是我朋友买回来自己包的 像这些字都是他自己写的 你这个葛登茶柱是生的还是熟的? 生的 葛登的纯料吗? 纯料 我记得几年前喝过一次 真正的07年的纯料斑章 你是不是也好久没喝了? 07年的时候 还有1600亿公斤的老万丈古树 两个人啊 嗯 这个茶叶放的仓储还是挺干净的 你这样放也没有变味 这个07年的老万丈 散料群放 可能香气没有饼茶那么香了 但是他这个放的还算是比较干净 也没有受潮之类的 茶汤入口比较甜 没有老万丈新茶那么霸气的口感了 这个茶汤比较顺滑入口 回甘生津也是非常的不错 喝了几泡以后 他这个老万丈他这种茶器 虽然放了这么多年 但是他这个茶器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两个人喝 头茶量不是很大 6克 但是 也是算是非常的耐泡 应该有15-6泡以上了 现在尾水非常的甜 好了 现在准备跟朋友出去吃饭了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